機場捷運正式通車 來到第九日 通勤族車五折票價 上班狂搭 而掌握著關鍵步驟 速度最快 如果你是領口居民 要搭機接到台北最快的方式 教您了 一定要在A8站轉成 領口居民從A9 坐普通車到A8 再從A8直達到台北車站最快 因為原本的29分鐘 將因直達省了7分鐘 且票價不變 兩車接應也配合得剛剛好 但在4月2號後 票價五折將取消 民眾反應還能這麼熱絡嗎 現在剛好半價 所以說想說可以搭看看 那如果沒有半價 就是80塊的話 可能負擔還是太大 是住桃園 所以如果比較省時間 因為比較CP值高 應該會搭高鐵 具體的目標 我們希望到達6分鐘一班 那運量能夠每天到達 大概7萬到8萬人之間 怕冷清 季節再推定期優惠票 民眾到底買不買單 有待 時間證明 記者如同無品 桃園採訪報導